中共间谍徐苑军涉窃商业机密美,首度跨国逮捕归案,美中紧张关系升温之际美国司法部宣布已在比利时逮捕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这名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副处长涉窃美国国防部承包商的商业机密。 昨天引渡敌美并遭起诉,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是首次有中共间谍在第三国遭逮捕,并引渡敌美国将在美国本土面对司法审判司法部今天宣布以涉嫌经济间谍的罪名起诉。 徐燕军,Yang Zhu因意根据司法部,他是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副处长,以多个化名,进行涉及美国军方的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于4月1日在比利时将他逮捕后已于昨天引渡抵达美国。 他今天现身俄派俄州西西纳提联邦法院美国已展开相关司法程序,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戴默斯·Jong Limous,表示这非单一个案,这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环却是要美国付出代价。 美国不能容忍有国家以窃取美国智慧财产的方式不劳而获,资料显示案件起源于2013年徐燕军以多种伪装身份,接触联系美国航派与航空业界人士,邀请这些专业人士赴中国学术交流司法部公布。 以取得徐燕军的通联资料显示,2013年12月26日,他接待受邀到中国交流的美国业界人士抵达前,传简讯告诉其他中共情报部门人员,他是以南京科学与科技协会副秘书长的身份,与对方接触并要求中方人员为他掩饰其后。 他与这名业界人士持续往来,去年底知道对方将因功赴欧洲时不断相约,要在比利时见面,并要求对方交付相关航空研发机密资料。 而当这名美国业界人士告知,相关文件仅能在企业内部网络读取时徐燕军仍不放弃,多次询问是否有其他方式可存取相关文件。 直到今年4月FBI与比利时将他逮捕,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华盛顿邮报指出,受害的美国公司是旗翼航空,J-Eviation旗翼航空是航空业发动机发展领先的企业,也是美国国防部承包商。 今年初美国陆战队才宣布,其翼航空获得重型直升机CH-53K发动机的合约令据今日美国报。 对于经济间谍活动,美国最高可处15年徒刑,盗窃商业机密最高则可处10年徒刑。 除这两个可能的刑期外,可能另外还有罚款。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才指控中共策划全面窃取美国的科技技术,包括尖端的军事科技在内。 好